我以前年輕的時候 我現在不做了 我年輕的時候曾經也做過芯片的工作 就是Microchip 所以我也有些了解 美國一直在這些方面是領先的 很多人以為台灣這個台積電是最領先的 其實不是 為什麼呢? 台積電生產出來的芯片確實是很先進和好 因為芯片是用那個nano 就是你那個做得挺小的 它可以做到5個nano 是很厲害的 但是台灣那個台積電 它這個芯片生產的技術 是很依賴美國的技術 美國是什麼最先進? 不是單單生產出來的晶片是先進 而是用來生產芯片的那些機器 絕大部分是美國壟斷的 絕大部分 所以美國在這方面它就不客氣了 它就可以用這個來作為一種反制裁 其實我說很有嚴格是什麼呢? 就是這個特朗普總統在他在任的時候 曾經簽過這個總統令 是不讓任何企業出售和美國有關的晶片給華為 這個意思是說 你台積電生產出來的晶片 你都不可以賣給華為 雖然你的晶片是在台灣生產的 但是你用來生產的那些機器是美國的 美國的晶片生產的技術是很高的 很高的 很先進的 所以台積電不行 台積電很多很多晶片是出口大陸的以前 還有賣給華為的 華為有很多很多 超過一半的晶片都是給台灣賣的 全部賣了 全部賣了 不給賣了 這個華為的自己的高層都說了 這個事是等於要了華為的那條命 這個是事實來的 我前一陣子在一家德國的商店裡面 賣手機的 我進去的時候 我看到它的招牌寫著各種各樣的手機 有Apple、有Samsung、還有華為 我說你還賣華為的手機? 哎呀 它說我沒有時間把招牌拆下來 你準備不賣了? 我說不是準備不賣 我想賣都沒有得賣的 沒有貨 好早啊 現在半年前的事是這樣 沒有貨 所以這個晶片 晶片是可以說是美國一個很強大的武器來的 一直都是 我記得我那時候70年代 我就做過這個晶片的工作 當時用那些生產晶片的機器 全部是美國的 美國技術來的 所以這個是美國的一個強大的武器 所以它這條法例一出來 就不得了了 影響得更大 因為以前只是華為被受影響 現在就不是了 很多很多大陸的晶片生產商 通過這個新的法例 就不可以得到美國的一些支援 還有很多那些方便支援 還有甚至日本、韓國的晶片生產商 都會受到影響 就是肯定是對中共非常不利的 習總的問題呢 就是這個丹麥那個童話作家 安迪生很有名的故事 皇帝的新衣 習總的問題 在這方面 晶片方面 也是皇帝新衣的效應 為什麼呢 因為共產黨其實不只是習近平 共產黨是一個非常專制獨裁的體制 所以在一個獨裁者之下的人 個個都怕死 那個獨裁者對我不滿 所以呢 習近平說 哎 他說幾年前 哇 美國佬用晶片來威脅我們 我們要大力發展晶片 大力研究 我們有錢 撥多少億 給那些晶片公司 但是你知道我剛才都說了 美國佬不是我們想的那麼笨 它禁運不單止是禁那些最先進的晶片 特別重視的是那些生產晶片需要的機器和技術 所以呢 你要自己自力更新不是那麼容易 不是那麼容易 另外呢 中國那些電子發展 很多呢 是靠抄人家 以及靠偷人家 偷人家有個好處就是又便宜又快 但是呢 有一個弊扁 為什麼呢 你抄人家呢 很多東西你失去了自己學習 以及自己鍛鍊的機會 所以呢 你最後 你說就說自力更新 但是你根本就沒有這樣的基礎去自力更新 但是呢 但是呢 同時呢 大陸的道德是很敗壞 所以那些企業呢 接到命令 啊 我們啊 啊 但是這個人在說是很容易的 它正在說 你看到這個經濟的機器 這是一種的 但是呢 沒有晶片做出來的話 不可以這麼說的 只可以是騙人 但是你知道騙人的不是很長的 據我所知 以前曾經 這個中國大陸的一個晶片商 他們也是收到國家很多錢 發展一個新的晶片 結果不行 不行之後就大量買了美國的晶片 好像我記得是Motorola的一種晶片 買出來就把Motorola的名字摸拆了去 印上他們中國企業的名字 不過這方面中國是很先進的 做到真的 你看不出 原本是屬於Motorola的 這個是大陸的沒有辦法 我跟別人說什麼叫做 Strategic weakness 就是戰略弱點 就是中國大陸道德敗壞 這個道德敗壞不是只是街上的老百姓 而是從上到下 由黨總書記到軍委主席 副主席 軍隊裡面的將軍和將將合律處 不多不少都是腐敗 都是道德敗壞 當道德敗壞的時候 這種事 門上偏下的情況 到處都是 這是最大的弱點 你打仗的時候 你怎麼打 個個都在門上偏下 那就一定打不贏了 所以我說這個是中共的戰略上的弱點 所謂的戰略弱點就是 不是一天一夜可以改變的 你把中國人的道德敗壞得這麼厲害 七十年來 敗壞得這麼厲害 你不可以一夜之間將它提升 好像七十年前那樣 不可能的 這些叫做戰略弱點 所以如果中共由於什麼原因 跟美國真的打起來 不能打 美國不是十傳十味 美國人其中都有道德敗壞 總體來說 美國人的道德還是好一點 軍隊的士氣還是好一點 技術都是遠遠超過 總體來說 遠遠超過中共 所以打起來對中國人來說 是一個很大的災難 我們是敵不過人家的 是這樣的 沒辦法 所以共產黨最厲害是打嘴炮 他現在因為 廣東人說 跌了加了7分 加了那麼貴 其實他是稀軟柏硬 好像佩洛西去台灣的時候 他不是說要威脅別人嗎? 如果他真的去呢 我們會採取有效軍事行動 最後那個所謂軍事行動 就是試射了11枚導彈 飛到公海的演習 一個軍事演習 將它叫成有效的軍事行動 因為是自欺欺人 當然了 這個胡錫進還講得離譜了 甚至會將佩洛西的座機打下來 他只有一個港前 他什麼都不敢動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背後美國的軍方總司令 跟中國軍方說 喂 他們有那些熱線電話的 你不要動的 你不會客氣的 還有美國不僅靠港的 佩洛西去之前就已經把三艘航空母艦 駛靠近台灣的地方 做好準備 中共說得這麼厲害 甚至打下人家的座機什麼東西 結果什麼都沒有做 他只有一個港前 但是呢 佩洛西走了之後 就要嚇台灣搞這個軍演 他連軍演都不敢 在佩洛西在台灣的時候來做 是這麼害怕美國 所以千萬不要相信他們的宣傳 很多人說 跟我說 現在中國的海軍很厲害 中國的空軍很厲害 我說如果你是看解放軍的那些視頻 我可以理解的 是很厲害的 但是你知道 我說一個視頻軍隊 是打不贏 一個實戰軍隊 人家美國是實戰軍隊 是視頻軍很威風 但是不是靠那個視頻威風